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多的日月潭来看看 昨天的最低温还有11.6度 不过今天的最低温又更低了 下滩道只剩下8.5度 虽然温度上感觉起来真的是冷嗖嗖 但是在天气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温度低 而变得阴阴沉沉 在白天反而见得到阳光 至于这样的好天气还会持续下去吗 我们就从微星云图一起来看看 因为明天就是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的上班日 从这个微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在附近的云系跟昨天相比 已经明显的减少了 明天的天气会跟今天一样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 整个西班部的地区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天气好的关系 白天在太阳底下活动 紫外线是偏强的 所以防晒的工作要做好 同时也不要被这个白天的太阳所骗了 因为虽然在阳光底下活动很舒服 但是来到这个阴凉处的时候 感觉就会偏冷许多 而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也是我们花东这个族人最多的地方 这个地区 明天原料是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不会下雨 因为这个不会下雨 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目前这个降雨少 水库的缺水还是很吃紧的 所以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目前还是要节约用水 而面对这一波寒流的来袭 我们就接着从地面天气图 一起来看看明天温度上的一个表现 因为大家也一定很想知道 这个温度到底会冷多久 从这个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看到明天晚上之后 这个冷高压 也就是影响我们的寒流 明天就会出海 强度会减弱 不过这个温度回升 一直要等到星期六 才会比较明显 而受到这一波寒流的影响 明天白天 各地的温度也都还是偏低的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平地地区 明天的最低温会降到8度 而在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温度也就会降得更低 就像是拉拉山跟阿里山 明天的最低温还是会降到0度以下 所以提醒我们高海拔山区部落的长辈们 这个保暖的工作还是要做好 而同时还是要提醒 整个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因为明天天气好的关系 日夜间的温差会是比较大的 白天的最高温跟入夜之后的最低温 往往会有10度以上的落差 所以提醒大家要记得适时的添加预议物 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天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染的天气还要维持一天的时间 等到星期六之后温度才会逐渐地回升 目前大家保暖的工作还是要做好 特别提醒等等要出门的民众衣服记得多穿 这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